视频中的男子正带领警察去埋尸地点 监控录像 记录下凯蒂肯阳进入了那银四湖车 走向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 这毫无良知的垃圾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残忍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凯蒂从未想过 他会成为这个冷靴杀手的猎物 录像记录的时间是早上9点15分 而到正午 家人意识到不对劲 尤其是在说到他手机发来的 拼写错误的短信后 惹此丧心病狂的行为 真是令人发指 究竟是什么样的畜生 才能对一个无辜的母亲下如此狠手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么血腥的真笑 找出这个冷血的凶手 凯蒂肯阳 十年33岁来自英国兰开下去 是一名单身母亲 育有两个孩子 一个14岁的儿子和一个12岁的女儿 他对他们宠爱有加 还有一只名叫英迪的狗 他与家人特别亲密 尤其是母亲和姐妹 每天都有联系 2022年4月22日 他的家人收到了一条 从他手机发来的短信 时间写是为12点18分 女儿收到的信息内容是 凯蒂表达暗议并道歉 请求她联系父亲 说明自己需要寻求帮助 凯蒂的儿子也收到了一条类似的短信 内容是表达暗议和歉意 请求她联系父亲并照顾妹妹 这些短信中显著的错误是 while这个词都拼写错了 少了一个h 凯蒂从未犯过的错误 下午1点42分 凯蒂的母亲道恩也收到了一条短信 内容是凯蒂表示需要找到内心的平静 并解决问题 委托用安迪给的6000英镑来偿还债务 自己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这条短信中 while也拼写错误了 家人立刻对这些短信产生怀疑 除了拼写错误 语气也不对劲 这不像是凯蒂的风格 凯蒂从不会轻易抛弃她的孩子 他们是她的全部世界 家人明白这些短信不是凯蒂自己发的 那么究竟是谁发的呢 家人第一时间联系了安德鲁伯菲尔德 短信中提到的安迪 安德鲁是一名50岁的手工艺人 有两个孩子 与凯蒂有两年的断断续续的关系 安德鲁还通过IG给凯蒂的儿子发了一条信息 说明凯蒂去了诊所 让她照顾英迪 直到她回来 下午5点左右 凯蒂的姐姐萨兰联系了安德鲁 询问她是否知道凯蒂的下落 但安德鲁声称她整天都在建筑工地工作 前一天以来没有见过凯蒂 然而她提到下午2点 收到了一条凯蒂的短信 说要把车钥匙 银行卡和车的绿本放到她的邮箱里 以偿还她签她的钱 短信中还写道 她计划当天去诊所治疗焦虑症 另一条短信则在道歉 安德鲁告诉萨拉 她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认为凯蒂只是有点太过了 但凯蒂的家人觉得这一切都说不通 他们认为安德鲁在隐瞒什么 那天晚上 萨拉和她的男朋友安东尼驱车 前往安德鲁位于 伯恩利托德摩登路的家 他们到达时 震惊地发现凯蒂的车 一辆白色的福特加年画 停在安德鲁的家门外 车的前座上还放着她的手提包 和其他个人物品 而凯蒂却无依无踪 这时萨拉真正开始感到恐慌 显然她的姐姐没有离开城镇 那么她在哪里 为什么她的个人物品会在安德鲁的地方 萨拉和安东尼开始敲安德鲁的门 要求她出来说话 但安德鲁拒绝开门 这让他们更加激动 安东尼威胁要踢开门 这时安德鲁报警了 安德鲁告诉警探 有个人威胁她正在踢她的门 她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只知道她是女朋友的朋友 警探到达后 萨拉和安东尼向他们解释了 凯蒂发来的奇怪短信 以及她的车和个人物品 被留在安德鲁家外的情况 警探进入并与安德鲁交谈 问她是否知道凯蒂在哪里 安德鲁说 她下午两点收到了一条凯蒂的短信 说她早上来过她家 打钥匙留在门后 警探描述安德鲁为友好和放松 她邀请他们搜索她的家 甚至开玩笑说 他们可以检查阁楼和她的面包车 然而彻底的搜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警方立即展开失踪人口调查 并在全程张贴凯蒂的描述海报 她是白人 身高175 肩长金发 最后一次被看到时 穿着蓝色开衫 淡蓝色和白色上衣 黑色紧身裤和人子拖鞋 一个特别小组被组成 搜索凯蒂最后一次被看到的 安德鲁家附近的区域 但没有找到她的踪迹 第二天早上 依然没有凯蒂的消息 她的家人焦急晚分 当他们发现有人 永久性地断掉了她的手机时 他们的恐惧加剧了 凯蒂的一个姐姐 珍妮在脸书上写道 手机从下午2点开始关机 她把车停在一个房子前 留着她的东西然后消失了 非常不寻常 不符合凯蒂的性格 一切都不合逻辑 家人都很担心她和她的去向 凯蒂的家人 依然坚信安德鲁与她的失踪有关 她的姐姐珍妮 甚至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认为她知道的远比 她让家人知道的多 她探过凯蒂发给孩子们的消息 凯蒂从来不会那样拼写 或那样说话 孩子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她提到安德鲁有阅读障碍 拼写错误符合她发的那条信息 认为她知道凯蒂在哪里 警方会追查最后发出消息的地方 不符合凯蒂会把车 钥匙 银行卡留在她那里 而没有电话和其他银行卡 安德鲁回应道 她知道家人担心和不安 但不能这样指责她 她昨晚已经和安东尼和萨拉说过了 以为可以一起合作 所以给了她自己的号码 她昨晚已经报了凯蒂的失踪 也把凯蒂给她的东西交给了警方 而且自己的家 昨晚已经被搜查了 认为应该让警方处理 珍妮在回复说 依然不合逻辑 希望监控录像能给答案 果然 监控录像提供了答案 安德鲁家外的摄像头 捕捉到了4月21日开地亲吻 和拥抱安德鲁的画面 第二天早上9点20分 她被看到停在安德鲁家外 然后进入她的银色货车 安德鲁坐在驾驶座 他们在A670的麦当劳得来速停留 被摄像头派到一起坐在车前坐 然后货车开进了波兰森林 最后一次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是9点50分 51分钟后 货车返回 但这次监控录像显示车里 只有安德鲁一个人 凯蒂的手机记录也与监控录像相符 4月22日上午 她的手机信号 在前往波兰森林的途中多次出现 51分钟后信号再次出现 但凯蒂已搏在车内 随后 凯蒂的手机发送了多条消息 最终在安德鲁家被关闭 这些证据与安德鲁告诉调查人员的 一切相矛盾 4月23日下午3点45分 警探再次来到安德鲁家 进入时 迎面而来的是一股热浪 那天是4月中旬的一个炎热的日子 警探进去与她交谈时 房子像一个火炉 红热 结果发现 她实际上点燃了木柴炉 此时 安德鲁因涉嫌绑架被逮捕 并被带到格林班和警局审讯 她坚持不知道凯蒂的下落 调查人员询问安德鲁关于凯蒂的下落 她声称 不知道 调查人员继续询问她是否有任何线索 安德鲁表示早些时候给了一个线索 认为她在一个康复中心 调查人员问她这个康复中心在哪里 她回答说 不知道 调查人员问她为什么认为凯蒂会在那里 她解释说凯蒂曾提到过想去人的地方 调查人员再次询问她是否知道凯蒂在哪里 安德鲁重复说她不知道 自己也很困惑 调查人员告诉安德鲁 家人非常担心凯蒂 她最后被知道的地方是她家门前 所以合理地认为她可能知道她在哪里 安德鲁表示 她对警探说过 她去接孩子食药室在门后 但她不知道凯蒂什么时候把那些东西放在她家 搜索凯蒂的任务即是进行 执法人员和她的家人希望他们安全找到 然而 布兰森林是一片茂密的林地 面积于约25英里 60名那自4个不同警局的专业人员 被分配到调查中 使其成为该地区历史上最大的失踪人员案件之一 搜索团队包括警探和消防服务人员 搜救犬 骑警 山地救援志愿者 带有热感应摄像头的空中支援 无人机和水下搜索队 尽管资源广泛 但在如此广大的林地中寻找凯蒂犹如大汗 海捞针 警探继续呼吁公众提供帮助 寻找失踪的母亲 就在此时 一名目击者提供了改变一切的信息 目击者告诉警方 他们在4月22日上午9点30分左右 看到一辆银色的福特货车 停在伯兰森林的吉斯伯恩森林区域 这辆货车的一侧 有一个显著的黑色面板 正如安德鲁的车辆一样 根据这一信息 警方将搜索范围集中在停车点周围的5米半井内 在对警方的第二次审问中 安德鲁承认他和凯蒂那天 确实去了吉斯伯恩森林 他声称凯蒂有写日记 并烧掉日记条目的习惯 以此来释放他的问题 安德鲁说他们计划了一次野餐 凯蒂打算烧掉他的日记条目 然而没有人相信这个解释 随着搜索的继续 凯蒂的姐姐萨拉在脸书上发布了消息 现在是等待游戏 等待对凯蒂的家人来说是煎熬的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他们认为安德鲁对他的失踪负有责任 凯蒂的家人早就对安德鲁心存警惕 当凯蒂在2019年遇到安德鲁时 他正处于人生的脆弱时期 50岁的安德鲁看起来稳定且致志 像凯蒂一样是两个孩子的单亲父母 然而他的家人很快注意到安德鲁是一个控制和操纵的人 凯蒂开始改变他的行为以取悦他 他们经常争吵 当凯蒂表达他的感受是 安德鲁会说他的焦虑扭曲了他的思维 用他的心理健康来操纵和控制他 那些从前就认识安德鲁的人都熟悉他这一面 他有幻想症 病态 说谎和操纵的名声 他曾多次与法律发生冲突 包括2001年因企图妨碍司法而被判刑 凯蒂的家人并不知道他的背景 但他们注意到安德鲁经常提醒凯蒂他患有精神疾病 通过提供治疗费用增加他对他的依赖 凯蒂出于善意接受了他的帮助 但到了2021年 他们的争吵升级 他们分手了 凯蒂希望重新开始 但安德鲁并没有接受分手 一天早上凯蒂发现他的福特加年华被破坏了 轮胎被割破 尽管他没有报告 但他怀疑是安德鲁 2022年2月18日 凯蒂收到一份高等法院的传票 显示他欠安德鲁4000英镑的质量费用 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 债务增长到相当于6000英镑 他根本无法上还 凯蒂变得焦虑 担心可能会失去他的家和财产 给债务催修人 他称安德鲁为诈骗王 不仅是因为钱 他还后怕安德鲁可能会做什么 安德鲁在一场胶着的心理战中不断加压 利用他的焦虑和恐惧 使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依赖他 在2022年3月 安德鲁似乎突然改变了态度 告诉凯蒂他会支付预期费用 并停止催债公司对他的骚扰 凯蒂在3月8日给债务公司发电子邮件 解释说安德鲁会支付预额 安德鲁还向凯蒂请求宽恕 一时的心软凯蒂原谅了他 他们复合了 然而3月9日 在承诺支付预期费用的第二天 安德鲁联系了催债公司 要求他们对凯蒂施加更大压力 他故意操纵局势 增加他的压力 让他感到只有自己才能帮他解决问题 3月25日 安德鲁再次致电催债公司 声称凯蒂到他家月待他 要求他们强迫他付款 凯蒂在惊恐中给他发短信 他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反应过度 建议他请两周假去精神健康诊所 安德鲁一边说爱凯蒂 一边秘密约会其他女人 当凯蒂向他倾诉自己的焦虑 偏执和紧张时 他安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并在4月22日向他表示极度担忧 凯蒂失踪后 他继续用谎言欺骗家人和警方 声称不知道他的下落 警方在安德鲁的手机中 发现了多条罪证 他的手机最后一次备份时间 是4月4日 因为存储空间不足 在他的笔记应用中 有几条假装是凯蒂发给他的孩子 母亲和安德鲁自己的短信草稿 这些草稿几乎与4月22日发生的 短信完全相同 但从4月4日后就没有更新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更多阴暗的线索 追踪到凯蒂失踪前一天 安德鲁曾前往森林 并关掉手机90分钟 他告诉警方 他是在为第二天与凯蒂的野餐寻找一个好地方 但警方发现 他那天还向父母借了一把铁锹 此时 另一名目击者提供了令人震惊的信息 安德鲁在4月23日星期六工作的地方的房主说 安德鲁曾询问垃圾收集的时间表 这显得很奇怪 警探检查了该房产的垃圾袋 发现了带鞋的拖鞋 与凯蒂车的鞋子相符 还有一把占有泥土的铁锹 这一发现将失踪人员案件转变为谋杀调查 案件从一起绑架失踪案件 迅速演变成一场谋杀调查 警方宣布 安德鲁伯菲尔德已被重新逮捕 秉民涉嫌谋杀被起诉 凯蒂的家人悲痛欲绝 安德鲁同意再次接受警方审讯 这次他承认他和凯蒂去了森林 他声称他们在森林中设立了野餐 凯蒂注意到一个冷藏箱上的斧头 他打赌安德鲁不能准确地扔斧头 击中他手中的可乐怪 安德鲁瞄准了一棵树 用双手将斧头投向树 但在那时凯蒂开始坐下 斧头飞向他 击中了他的后脑 安德鲁声称 当他意识到凯蒂已经死去时 他惊慌失措 将他埋在一个浅浅的坟墓里 以防动物发现他 然后他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绑了一个袋子作为标记 他说当时他的计划是回家 处理好他的孩子和财务问题 然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还深深在惊慌中 他把凯蒂的手机烧在了木柴炉里 并将烧焦的碎片丢进附近的垃圾桶 然后将自己的手机卡 移到了一部新手机上 然而警方对这个故事仍然不信 那等然了 傻子都不会醒 调查人员告诉安德鲁 其中很多都不符合逻辑 调查人员不相信这是一次一晚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在安德鲁的货车里 警方找到了野餐兰 并在他的洗衣机里发现了红色斑点 尽管他们找到了安德鲁提到的那个袋子 绑在书上的区域 但他们未能找到任何坟墓或埋葬地点 于是 他们决定带上安德鲁 让他亲自指认埋葬凯蒂的地点 穿着防护服和手铐的安德鲁带领警探 来到一个地点 距离主路约150米 他在地上跪下 指认了那个地方 令人悲痛的是 这个地点正是凯蒂肯扬的重点 警方宣布 他们在伯南森林的一片区域 找到了一个女性的尸体 尽管还未正式确认身份 但他们相信 这就是凯蒂 虽然安德鲁声称凯蒂只被斧头击中一次 但验尸报告显示 他至少被中击了12次 凯蒂的家人痛苦不堪 他的姐姐萨拉后来描述了 得知凯蒂尸体被找到的那一刻 那是他们生命中最漫长的七天 感觉没有选择 只能去森林亲自看看那个地方 看到那个地方 想到凯蒂的最后旅程 想到她是否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一切都令人心碎 凯蒂的家人在停尸房见到了她的遗体 尽管她的脸上有鱼青 但她依然很美 可惜他们只能隔着玻璃探讨 无法触摸 感觉很不真实 凯蒂的尸体由于伤心严重 必须放在密闭的棺材里 这使得家人无法在安息堂里与她告别 凯蒂的葬礼在五月即行 哀悼者们跟随一辆马车送她最后一程 她的家人和朋友聚集在一起 表达了对她的怀念和悲痛 安德鲁的审判于2022年10月14日 在普雷斯顿刑事法庭开始 预计持续约三周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 她仍然去不认罪 检方展示了验尸报告 报告显示凯蒂的头部有严重的创伤和多处固扯 伤失于斧头或铁锹这样的重型武器一致 检方还指出 安德鲁在杀害凯蒂前一天借了一把铁锹 并开车前往吉斯伯恩森林 挖了她的坟墓 陪损团还看到了两人在福特货车上的录像 和他们在麦当劳得来速停留的画面 检方表示 安德鲁在森林里花了大约42分钟 杀害并埋葬了凯蒂 随后他带着他的手机回家 向他的家人发送短信 试图制造他还活着的假象 第三天的审判中 安德鲁震惊了所有人 他改变了认罪态度 承认了谋杀罪行 最终 安德鲁被判处至少复兴32年的监禁 法官补充道 他应该准备好面对可能永远不会被释放的前进 安德鲁伯菲尔德 这个毫无人性的禽兽彻底摧毁了一个家庭的幸福 他的谎言和伪装终究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这个无耻的人根本不被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